這由於本館是紐約要目指 嗯...結束了 欸?等一下 為什麼看到熟悉的英文字《台灣莫非沈默的艦隊》 這傑出的特效裡有毛孽 日本漫畫的種類繁多 軍事和政治也有這麼一塊 這個區塊一定無法不提《川口開制》 《川口開制》漫畫生涯30年以來 就由三本快制人口並且以當代戰爭為主題的漫畫 分別是《沈默的艦隊》、《次元艦隊》、《空母一催》 那是遙遠的36年前 《川口開制》就開始以潛艦為主題 各種軍事資料取得困難是這個題材最大的問題 還好電影和漫畫本來就是同一家 《川口開制》《沈默的艦隊》 深受1957年海底蝶血戰的影響 一艘美國驅逐艦和一艘德國U型潛艇的戰爭 美國驅逐艦正確的取得勝利 《川口開制》喜愛的另一部潛艦電影 是1981年的《從海底初級》 《從海底初級》是一部純德國的電影 也可以說是純潛艦的電影 雖然說是電影 《從海底初級》更像是個紀錄片 描述德國U96號潛艦 如何這大西洋與美軍和英軍在海上的戰鬥 《從海底初級》無時無刻 一群失事的男人圍在一起 各著一幕都可以聞到一股潛艦裡的味道 沉默的艦隊是在這樣的電影創意中誕生 有趣的是沉默的艦隊長期被質疑合理性 例如大和號潛艦取90度仰角 在海中呈現自立的狀態 《川口開制》曾經訪問過艦長 潛艦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出這種動作呢? 答案是潛艦在設計上並沒有考量到要做出這種動作 因此也沒嘗試過 在漫畫界沒試過不代表不可能 《川口開制》只好發揮想像力盡情的發揮 《川口開制》盡情的漫畫作品《空母一催》描寫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 話題相當敏感 應該沒有慢改影機真人化的幾位 《川口開制》在開始軍事題材之前 主題大多圍繞著賭博和黑社會 如果現在在他的作品裡發現到一點點這些元素 也無需太壓抑了 Prime Video的影集以2023年《沉默的艦隊》電影版為基礎 影集的前半為電影的完整版 內容加入未公開的橋段 影集的後半第五集開始至第八集 此時接續著電影版結束後的故事 以東京萬駭戰的高潮結束 《沉默的艦隊》的選角超越一般的日劇 完全有著電影的新度陣容 難得推一部動漫改編的真人影集 歡迎回到只有12點《沉默的艦隊》 第一點 沉默的艦隊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下問世 漫畫從1988年開始連載 這1988年在日本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海上事件 一艘潛水艇和一艘漁船相撞 導致漁船沉默 共30人死亡 17人重傷 事故發生後 輿論抨擊救援速度緩慢 以及相關報告不清不楚 民眾對於日本海上自衛隊和潛艦的興趣大爭 沉默的艦隊在這樣的美光燈下登場 雖然劇情走過兩個月 漫畫一共連載了8年 這期間現實世界發生蘇聯結題任戰結束 因此也影響漫畫的走向和劇情的設定 沉默的艦隊在1990年獲得第14屆獎談社漫畫獎一般類別獎 截至2023年1月 沉默的艦隊在資本和電子媒體累積發行量突破3200萬分 第二點 大者龍夫在沉默的艦隊中飾演海江田士郎 也瞬間本劇的監製 大者龍夫無疑抗欺本劇的靈魂 試圖還原海江田士郎的每個面香 尤其那瓶果光打在臉上時漫畫感十足啊 提到大者龍夫應該會想到2004年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 是2004年日本電影票房的第一名 而大者龍夫的日劇代表作人衣 是漫畫忍者狹義改編的時空傳說劇 大者龍夫演出的南方人 從現代來到江戶幕府末年 用現代的醫學知識和手術技巧在古代行醫 大家看看手術房裡一堆閒雜人等做表情 雖然是日本古裝劇加上原早的歷史人物 但熟視力不俗 連拍了兩機22集 第三點 要了解沉默的艦長海江田士郎 要重了解他的興趣古典樂開始 第一集開場海江田就使用了古典樂聲音的強弱 讓美軍潛艦誤盤距離 古人間海蝙蝠號 竟然劍並著劍坐在一起 集韋斯特號下到背脊發涼 這時候使用的古典樂是莫扎特的第41號交響曲 英國樂評人 約翰·格洛夫爵士曾指出 第41號交響曲是集莫扎特畢生的功力 世界上偉大的管弦樂作品之一 第41號交響曲是莫扎特創作的最後一首交響曲 沉默的艦隊的出登場拿了莫扎特的最後 人稱這曲子為朱比特 朱比特正是古羅馬神話中的眾神之王 海江田士郎在第一集就雄心勃勃的證明 是派將之王啊 是不是又聽到熟悉的旋律呢? 海江田士郎再度使用了潛艦古典樂戰術 這是莫扎特的第40號交響曲 這時候美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史泰格說了剛好可以稱為安魂曲 想不到軍事家人人對莫扎特都是略懂略懂 第40號交響曲幾乎籠罩了影集的最後一集 這首曲子很容易營造出魔鬼一般的氣氛 常常聽到呼吸困難中氣不順 音樂旋律反映出莫扎特 當時對於周遭環境的絕望和悲哀 短時間的譜曲創作完全是抒發莫扎特對病與窮的鬱悶 只是這曲子將成為戰爭中哪一方的安魂曲而已 第5點 解析了沉默的艦隊古典樂 也該是讓玉木宏出場的時候 玉木宏演出一直在掙扎的力破號艦長聖丁揚 也可以說是相當了解海江田士郎的人物 聖丁揚也反射出海江田士郎的人格特質 2006年漫畫改編的《交響情人夢》 玉木宏飾演高能的千秋王子 和上野樹里飾演的野豬妹 激盪出沉默的古典樂也可以這麼有趣的畫面 讓這個由著鋼琴琴劍的手提代成為流行的蜂巢 這野豬妹講法語也太有梗了 第六點 沉默的艦隊的特效出乎意料的好 在最後的工作人員名單中出現台灣 沉默的艦隊特效由台日團隊共同打招 Stales Wars 暗月視覺特效參與了影像上的戲劇工作 值得認識Stales Wars這間影像特效公司 參與過好萊塢一線電影的製作 如《鋼鐵人3》和《星際異攻隊2》 也曾經參與過日本動畫如《鋼之》《煉金術師》和《天氣之子》 Stales Wars 台灣方面的負責人 林正宇靠著自學成為名氣響蕩蕩的動畫師 過去曾經效力過加拿大和紐西蘭的動畫製作公司 也參與過日本史克威爾·埃尼克斯的最終幻想動畫製作 第七點 沈默的艦隊中日本官方長官海原社由江口洋界試驗 印記中沒有詳細解釋他和老爸海原大物間的關係 海原大物是前防衛廳長官 擁有廣大的資金和人脈 人稱地下總理 所以他也短暫的出現在日本的內閣會議中 雖然海原是父子關係 但是把兒子海原社當成他手上的旗子 想不到海原社早已能獨當一面並且反抗他 提到江口洋界 免不了想到近期他在信用詐欺師JP中的客串 飾演赤性龍界 原本則是應急開場客串的戲分 結果搞到信用詐欺師JP的長者亞美 如果沒有江口洋界 就少了一個重要且可以玩弄的對象 第八點 提到沈默的艦隊海原社 可能大家沒注意到他身邊亮眼的秘書 模特剛本多序 演出隆隆外國風味的周圍亮子 14歲站上名模森展臺 金剛狼和時事最近正蠢蠢欲動 2013年的金剛狼 武士之戰 講述金剛狼羅根和十字田家族的愛恨糾結 金剛狼從十字田家族的爺爺一脈認識到孫女 終於可以談起戀愛 剛本多序演出十字田家族的孫女 金剛狼羅根穿上河湖原來是這樣子 常常金剛狼表示手殘無法系上腰帶 每段激情都有一個奇蹟 只是原來綁個腰帶也是其中之一 第九點 戲份雖然不多 但是非常關鍵的珊瑚彩 演出沈默的艦隊 記者四股欲美 提到日劇中的戲份不多 但是關鍵 珊瑚彩在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的伴子植樹中演出小花 常出現伴子植樹在外面搞得瘋瘋火火 或者疲憊的身軀回到宅小的家裡 幫忙提著伴子植樹公司包的小花 看能不能釣出個小禮物來 有如心靈雞湯的小花和小花的餐桌 不管是不是雞湯全部都來上一點吧 立刻可以把空虛的電池充飽 明天又是一牙還牙加倍奉還的一天 10點 前接上最重要的位置 森那掌 力破號的森那掌 藍波容易有中山羽界飾演 沈默勒艦隊這裝法弄得差一點 無法辨識出中山羽界 中山羽界在欲霸不能的派遣女一X 第六集中演出草一魔 是一個AI手術的專家 在絕不會失敗的大門衛之子面前還是敗下陣來 這個時候達布什的蟑螂 心理素質強大的海朗明一聲跳出來安慰草一魔 海朗明再度拿出她的精神口號 我 全場都 全場了 雖然馬美在翼龍中飾演天才護理師李源美姬 超天龍太郎的隊伍裡每個人物性格鮮明 她是笑口常開的關鍵護理師 日劇中的天台永遠是抒發情感和八卦的地方 第12點 12邊就問哪一個車站的站員 可以五官長得這樣有靈有角 一副隨時準備幹架的樣子 那是1997年風川月時的日劇青鳥 是不日劇讓夏川傑義拿下日劇學院賞? 最佳女配角 能叫傑義的多四個人物 只是時間不只是殺豬刀 更可能是開三刀 黑的木兒 吃了葡萄軟的香蕉 夏川傑義直接轉型嚴肅的角色 在《沈默的艦隊》中她演出真跟其人妹 是日本內閣的防衛大臣 相當於國防部長 有趣的是1990年波斯灣戰爭時 日本支援隊參與違和的正當性 在國會上也有過辯論 議員質問過當時的防衛大臣 讀過這本《沈默的艦隊》嗎? 感謝你也喜歡《沈默的艦隊》 分享看過《沈默的艦隊》嗎? 是漫畫 動畫 電影 還是真人影集呢?